大家好我是徐神 今天為大家介紹這款牙太電信Android雙殼手機 他是跑Android 4.0系統 這是華為的C8950D 名字蠻難念的 這款螢幕是4.5吋 跟我們之前介紹的那款C8812 螢幕4吋的1G的 大小有點差別 這款的價位大概是在 一千 官方是賣一千六百多塊人民幣 折合台幣大概約 快八千塊而已 也是相當平價 螢幕4.5大家來看一下雙盒流暢速度 非常快 比之前的速度還快 他跑的那個分數呢 跑Android的分數 5600分 速度比這一支 C8812 快了 一倍速度 雙盒嘛 這支 他裡面 帶了一顆PAPLAN攝像頭 然後 PAPLAN攝像頭 他有帶補光燈功能 能三段補光燈喔 沒有 好像有點難用 一段二段 一二三 有齁 一二三 感覺沒差 有時候 這個功能還蠻實用的 他的鏡頭是前面30萬 然後 後面帶一顆800萬 自動對焦鏡頭 大家可以看到 對焦很快 然後一樣的他也能支持所有語音 PPS啊 然後PBTV啊 那些都支持 然後在螢幕4吋 4.5吋的畫面這樣看起來 比SHARP的那一支目前 那一支還更好 前面忘記介紹到 他是一支雙 雙卡雙待 Android手機喔 他能支援一支 CDMA2000 或EVDO 然後也能支援GSN 重點是他能雙卡雙通 何謂雙卡雙通 雙卡雙通的意思就是 雅太電信在打電話的時候 然後 突然間GSN打來 他也能通 同時能接能打 所以變成就是等於兩支手機真正合在一支手機裡面 之前的雅太雙卡雙 雙卡雙待的手機只能說雅太在打電話的時候 GSN是打不進來的 因為他只有一個處理器 這個裡面是有兩個處理器的 夏普那支沒辦法支援 只有這支有辦法支援 夏普那支 雅太最近在廣告那支是沒辦法支援的 這支有辦法支援 他的外觀 前面4.5吋的大屏幕 是用 這個是 前面是用那個 奇美的液晶 然後支援五指觸碰 後面一個是一個800萬的攝像頭 然後帶LED補光燈 重點是他有兩個喇叭 是立體環到 DTS牌子的爸爸 雖然我沒聽過這個廠牌 不過聽起效果還蠻好的 我們來聽一下歌來感受一下 聲音是蠻大聲的 聲音相當立體喔 兩個喇叭 大家有沒有看到 拉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不 不跟大家介紹了 如果大家對這款有興趣還是說有疑問 大家可以歡迎向我聯絡 謝謝各位 還有很多誠言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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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